公开男生组田径100公尺决赛到次介绍 第一道来自台南大学的陈冠宇 第二道台湾体大 刘兆宣第三道台湾师大郑伯宇 第四道台湾体大杨俊翰 第五道来自台湾体大的简俊一 第六道北师大学位义庆 第七道镇修科大陈家勋 第八道则是台湾师大的冯淑伟 其中8位选手 其中位于第四道的杨俊翰 代表台湾体大是在准决赛的时候 拿下了10秒36的好成绩 在去年的时候杨俊翰也是顺利的拿下金牌 跑出了10秒60 第二名则是镇修科大的陈家勋 去年创下了10秒69 那同时杨俊翰呢 也是让大家非常期待他能够再一次的破纪录 杨俊翰呢 其实200公尺 也是全大运的最佳记录保持人 200公尺有20秒81的成绩 那这个记录也是在去年的大运会写下 公开男子100公尺结贷 选手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台湾体败的杨俊翰 杨俊翰 第四道的杨俊翰 跑出了10秒23的成绩 再一次的写下了记录男子100公尺的决赛 除了顺利的传联金牌之外 也是 代表台湾体大拿下了金牌 更创下了记录 杨俊翰 太棒了 好 感谢林校长也亲自来到会场 相当的恭喜杨俊翰哦 大家众望所归 杨俊翰也不顾众望 杨俊翰也不顾众望 跑出了10秒23的好成绩 保持了10秒28 在这边我们要感谢老师 记录媒体记者朋友谢谢您 那当然等一下啊 我们最后的成绩还是由终点队员那边啊 我们一番来讲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 我们全国田径最高纪录100公尺呢 是10秒28的成绩 是义伟正在2012年5月26号 台湾国际田径锦标赛创下的纪录哦 我们先下一次 下茅 随着 我们先下茅 我们先下茅 Manhattan 我们先下茅 变成 field 桂桂桂框桃